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分享时事还有评论确实要有很强的功力 我刚才来之前赶快就喊一颗喉糖 那我昨天也是结束之后也赶快喊喉糖 小董非常厉害 所以大家看到其实主持人非常辛苦 要找资料 然后一个小时跟大家讲这么多的话 所以拜托大家一定要准时的收听 小董真心话 而且呢 YT的朋友请大家一定要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多多来分享小董的真心话 好 我们今天一开场 我刚才也听到新闻 说有四百块的 一颗四百块的高丽菜 这真的是黄金蔬菜 好像是在澎湖 那当然呢 澎湖 我刚刚讲嘛 就是你要这个要保鲜 要 我不晓得空运 应该是船运不可能 船运可能就会烂掉了 那么到那里去 当然 尤其现在台风 每一次的台风 光是你发布一些台风的相关的讯息 然后我们的菜价就纹升而涨 那么所以有四百块钱的高丽菜 贵死人了 你会买四百块钱的高丽菜吗 我想请问一下 大家会买吗 我是不会买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 说实在 已经完全完全偏离了这个行情 即便是有台风了 其实这个价格也实在太贵 好 所以在这边呢 还是要提醒我们政府相关的部门 因为即便是在没有台风的状况之下 这个台湾这几个月来 其实我们的物价 事实上都一直居高不下 那更何况这个民生 大家必须要吃的蔬菜水果 遇到连续这个几个台风 那价格通通被垫高了 涨价 那对于 不管是家庭主妇也好 或者外食人口也好 或者有一些不敢涨价的 这个小餐厅 事实上都是受害者 那我也看到 好多网络上的这个朋友啊 都会讲说 哎呀不会 不会买 不会买 对没有错啦 我觉得去 去买四百块钱的高利财 那真的是 是太有钱了吗 我很羡慕 好 那么一开始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今天早上啊 我们 我也召开了一个记者会 这个是立法院 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 这几天呢 我们连续的去追踪 还有连续的去揭露 这个非常好 棒棒 也就好神通广大的超私 就是一人公司资本额只有五十万 但是呢 他可以赚 他可以做六亿多的一个进口鸡蛋的生意 而且拿到政府一亿七千万的补助 这家超私公司到底是何许人也 那么所以在昨天呢 立法院的国民党团呢 召开记者会要求要公开幕后的补党 因为即使他的资本额是五十万 但是现在所曝光出来的那个所谓的艺人公司 叫做秦宇桥 我一直觉得秦宇桥这个名字 蛮穷瑶化 有没有 就是我这个年龄了 那可能更年轻的朋友 就不大认识穷瑶 这个秦宇桥名字还取得真的还蛮文清的 可是问题是 秦宇桥只出资一千块 那请问一下呢 那请问一下 那么四十九万九千块 是谁出资呢 真正的幕后老板 真正的幕后股东是谁呢 到现在为止呢 这个都不敢公布 我觉得很莫名其妙 这种事情让一个秦宇桥小女子 一个人在第一线上面具 面对千军万马 面对所有这个社会舆论的质疑啊 我觉得这些躲在幕后的大股东啊 真的很不够意气啊 为什么推一个小女子 在前线去面对这些质疑 所以呢 真正幕后大股东又是谁呢 那么甚至呢 现在还传闻 现在是传闻 就用邱毅 他也用传闻 可是邱毅那个传闻呢 说实在已经很多人都听说了 听说其中呢 真正要做这笔生意的 是在桥界 就是巴西的 一个厂商 那因为他要出口鸡蛋到台湾 然后在找到 就透过特殊特殊特殊管道 找到了这个秦宇桥的超司啊 那么用超司的名义 来进口这样大量的鸡蛋 而这个幕后厂商 这个在巴西的厂商是谁 是谁来牵线的 那么什么人在接近要进口 这个巴西鸡蛋的时候 特别跑了一趟巴西呢 那么这个都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 这个真的是要挖呀挖呀挖 一定要想办法挖出 这个真正的真相 好 那么在昨天开始啊 其实我们就特别质疑了 巴西啊 那么他出口这么多鸡蛋到台湾来 问题是啊 问题是巴西在5月23号 他已经是爆发情流感了 他在5月 今年5月23号 他爆发了情流感 但是呢 我们的农委会 因为还没有升格之前 农委会 他却到6月28号 才正式的公告 公告巴西 是情流感的疫区 那你知道 按照我们政府的相关规定 只要你是公告了 是疫区之后呢 你就不能够去 跟疫区去进口任何的 农产品 尤其这个像鸡蛋鸡肉 你就不能够去进口了 那所以为什么 超市有这么大的能耐 在5月23号 巴西已经爆发情流感 它已经是情流感地区 而我们政府却迟到 大概一个多月之后 6月28号才公告 那么可是为什么 巴西还可以进 就是为什么超市 还进口这么多 这么多的 巴西的进口鸡蛋 好那 我想如果有去追踪 这个议题的朋友 一定都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 超市大概进口了 8800万颗的鸡蛋 从巴西进口 可是呢 我们今天呢 记者会 就是给大家 整理出来 这个超市 它从 因为它 每一个月份 它有进口不同数量的 诶 无独有偶 你说怎么会这么巧 我就说天体下巧合事情 怎么这么多 它真正大量进口 巴西的鸡蛋 是从5月份开始 5月份进口了2400多万颗 5月份 我刚刚不讲吗 5月底 它爆发了侵流感 所以5月份 我还没有那么质疑 因为5月底爆发 那你5月份进口 可能因为传奇安排的关系 你可能提早一个月 你就开始 再做这个作业 可是呢 6月份进口了3085万颗 超过3000万颗 好 到了7月份 进口的更多 进口了3200多万颗 好 也就是说 整个8800万颗的巴西的鸡蛋里面 竟然有高达超过6000万颗 是在巴西已经爆发 它已经出现禽流感 出现禽流感 那刚才大家一定会质疑我说 既然我们政府6月28号宣布 巴西是疫区 那么为什么它7月份 还可以进口3000多万颗呢 照题讲 刚才王辉 你不是说 是不能进口 没错 是不能进口 可是 我这个公文没有带来 那么农委会在公布 它是疫区的同时 那个公文特别告诉你 在这之前 已经是装机 已经上飞机了 或者是已经装船 或者已经上船的 这些呢 就不在此线 虽然我6月28号公布 它是禽流感疫区 可是呢 你已经申请 你也装机了 你也装船了 这个就不在这范围之内 那大家知道 其实从巴西来台湾呢 根据它的传奇 少则也要一个月 多则要40天 所以呢 即便这个已经公布它为疫区了 可是呢 它这个船呢 可以慢慢慢慢慢慢 大概一个多月才到台湾来 所以可以看到7月份 它的进口数量 仍然高达3200万克 好我要讲这么多呢 大家会不会觉得 很奇怪 很蹊跷 超市这家公司啊 真的是超级 超过我们的思想范围之外了 为什么它有这么多 这么多的巧合 那么政府如何的 去这样的去配合大家 这么大量 我们之前有讲 我们所有进口量最多最多的 我们专案进口的 最多的就是超市 我们量最大的 就是来自于巴西 为什么又这么巧合的 巴西其实是已经爆发 情流感的 大家记不记得啊 当时陈玉珍委员 就金门的陈玉珍委员 因为那时候台湾很缺蛋 陈玉珍委员说 那这样金门的鸡蛋 可不可以进口到台湾来 他也希望帮金门的这个蛋农啊 能够多一点那个行销的市场嘛 结果说不行 不行 为什么呢 说因为呢 金门跟厦门太近 因为那时候中国大陆有情流感 金门不可以 巴西可以 十万八千里的巴西可以 金门没有爆发疫情 金门不可以 但是呢 爆发了这个情流感的巴西 却可以 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这里面到底里面有什么样特权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猫腻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诡异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继续来追踪 这个超思这家公司啊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特别 好 那我现在可能在网络上的朋友 可以看到我拿到这一张 大家一看到应该就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啊 国庆日的意象 那国庆日的意象里面 没有中华民国的意象 甚至呢 有几年都像我们的那个 那个 这个台南的 那个叫做家子包 是不是 是不是家子 我忘记了 就是那个 大家知道那个菜兰 那个蹄带 还有绿色的红色的蓝色的 那么 今年 国庆日呢 他终于还出现了 蓝白红 三种颜色 至少跟我们国庆颜色 是有出现 但是呢 真的也 看不出什么 中华民国的意象了 好 可是这一次呢 最被人 这个提出来讨论 而且最 觉得质疑的是 2023 台湾 National Day 台湾 National Day 中华民国 ROC 不见了 然后 10月10号变成 台湾 National Day 台湾的国庆日 台湾国庆日 请问一下 我们的国民 什么时候 变成台湾了呢 什么时候 我们的国庆日 变成台湾了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国庆啊 我们不是只有自己 关请门来过 不是吗 我们会请很多的外宾 我们会请很多的外宾 这些外宾呢 也看不懂你什么民主 台湾兼任永续啦 那他看到的 就是英文的名字 那么 他们一定会纳闷啊 那么 如果跟我们有邦交国的 他到底是跟台湾来建交呢 还是跟ROC来建交 为什么我们的 这个在国庆日的时候 我们的英文的国民 竟然改成为台湾 这完全是一个偷渡的概念 这完全在偷渡的概念 所以 蔡英文 或赖清德 你们有本事 有本事就全部的去制宪或修宪 在宪法里面去更改国号 你们有本事就去做 为什么每一次又一次的 花了这么多的纳税人的钱 那么 事实上 是要遂行你们心中想要追求的 那个台独的梦想 也就是 敢做不敢说 很多事情都是 敢说不敢做 就你们是敢做 不敢讲 不敢讲 嘴巴上还是说 这个 我们不用台独了啦 台湾已经是独立的国家啦 中华民国是独立 主权独立的国家 然后赖清德在选举的时候 人家说你是台独金孙 他说不是 我不是什么台独金孙 我是政治金童 你还童类 我不晓得凭什么 你叫童 你不是都做阿公了吗 只是你做的是美国人的阿公啦 然后 你都不承认你是台独金孙 你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你也不想再承认了 你现在也 从来都不敢再去讲说 你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但是呢 你们做的事情呢 事实上想要用偷渡的概念 想要用偷渡的概念 把这个台湾的名字 通通都可以取消掉 所以这个可以理解 比如说 我们有一些驻外大使 这个言行举止极为嚣张 言行举止极为脱轨 那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外交部 都完全不会去处理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像我们的德国的 这个代表 那么 他们在 他们在这个 宴请这个外宾的时候 甚至呢 没有看到中华民国的任何字样 那有的甚至呢 都连国旗 都不愿意摆 那不晓得到底在庆祝 哪一个国家的国庆 好 所以同样的 今天呢 嗯 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的国庆 第一个logo 已经完全没有中华 你真的闻不到任何的 感受不到这个中华民国的任何的味道 一个偷渡概念 把这个 我们的国号 也通通改成台湾 National Day 大家的看法是什么呢 大家会不会认为 事实上 现在的民进党 就是在搞台独 那么还有 你们认不认为 这个 赖清德 是不是 还是台独 金孙呢 那 所以这就是 呃 现在 呃 这个 现在的民进党政府 一直在做的事情 啊 那么 所以很多 朋友就讲说 其实呢 中华民国从来没有消失过 可是当你在 做国庆日的时候 你却让他消失了 啊 那这真的是 非常非常离谱的一件事情 啊 那么 我们真的要讲 就是说 呃 赖清德也好 或者民进党也好 其实他们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去认同 这个 中华民国 呃 甚至连国旗啊 也都没有真正的去认同过 那么 呃 我刚刚特别提到 比如说我们 驻德代表 谢志伟啊 他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啊 那么在呃 国庆日的时候 我们一些驻外单位 都应该去举行国庆的庆祝酒会啊 那么嗯 谢志伟过去甚至曾经讲说啊 他看到那些国旗啊 看到中华民的国旗 他就想要吐血啊 你你你会 任何哪一个国家的驻外代表啊 或者驻外大使会告诉你 他只要看到自己的国旗就要吐血啊 我真的觉得 你你谢志伟就继续吐血好了啊 中华民国就如同刚才啊 我们的网友讲 从1912年的时候啊 就开始成立啊 一直都没有消失过 历经战乱 历经颠簸啊 那么即便好在这个过程里面啊 其实很多人都想要消灭中华民国 可是呢我们都继续的让中华民国屹立不摇 但是为什么这些在中华民国宪法下 在中华民国的国旗下去宣誓就职 而且拿着中华民国的这个纳税人的钱的这些官员 当他们在搞这个所谓的 现在叫他们叫所谓的国庆日 他们就开始可以偷渡 然后把中华民国就在这些的意向里面消失掉 我认为这是一种意义啊 这是一种意义 就是他们心里想的就是 我要怎么样台独建国 我们只要怎么样把我的国号改成台湾 我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国旗让它消失掉 我不要看到它继续吐血 这就是他们在做的这些事情 然后呢 等到要选举的时候 就又来卖所谓的这个国旗的意向 所以很多人在讲说 讲我们说国旗消失了 国旗不见了 国号也不见了 他就会告诉你 比如说像去年还有前年 就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国旗 有没有 在空中飘过去 那确实让很多人非常非常感动 有这么大的一面国旗 在国庆日 在这个这个天空中这样子飘过去 然后但是呢 只要这个节日 一那个结束之后 立刻把国旗收起来 现在的这个总统府 正更加的胆大妄为 让我们的这个连英文的国号 都变成这个台湾National Day 绝对不能接受 好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吃饭的时候 我总是要跟妈妈 还有姐姐合吃一个便当 可是我总是假装吃饱了 然后我们要先看留言吗 还是要 好 看留言 好 还是 我们看 对 说年轻人上战场吧 这个是Chin Paul Ten Chin 然后 大英说 这个谢晓夫还领中华民国的新台币 60万 然后 深海对于说 建议小英干脆废除双十了 他们把这个台 我们的变成台湾的国庆日 好 然后 我看看 这个抓抓龙 她讲说 佩提姐 她是在跟 就是那个 聊天室里面 聊天室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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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Helen Wong 他们怕中共是不会动手的 反正呢 他们的状况就是说 他要把 这个台湾 他不能够宣布台湾独立 可是 你就可以看到 这种花我们这么多钱的 搞一个国庆日 弄一个国庆日 觉得我们不晓得 到底你到底在庆祝哪一国的国庆 那你十月十号不是中华民国国庆吗 你有本事就宣布一下台独 就是台湾共和国的建国日 你就改过那个台湾 那个建国共和国的国庆好了 好 也谢谢 轩宜 说洪威姐加油 对不起 洪威姐要喝点水 好 这个 五两九尾兔说 大陆有九奈米的晶片制造 这个我们昨天有特别讲过 就是华为新的手机 那么让美国非常的震惊 就是华为到底如何去做出一个还是有高端晶片的这个手机 然后黄秀满说不认同中华民国 那你要选什么总统啊 什么国家的 我不知道啊 好 这个 董爷在家喝水 这个小董啊 小董 那个 因为他现在还滞留在金门 大家就知道 其实台风 其实是真的 这个威力非常大的 好 我们要准备回来了 怎么叫洪心加油 好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小董真心话 我是王洪威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王洪威 小董呢 因为他滞留在金门呢 那么 我刚才也跟大家报告 虽然呢 海魁台风现在远离台湾 但是 金门的这个航班并没有完全的恢复 所以呢 今天来再度代班 非常高兴看到 这么多这个小董 董粉 来一起继续支持我们 然后我看到 对对 有跟我讲说 我加油多喝水啊 是没有错 因为呢 真的 我这两天代班 我真的觉得 这个广播主持人 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啊 那尤其要 艺人独撑这个整个节目 要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时事 真的 我以前 以前因为我也是听众 我大部分都是听众嘛 那我觉得 自己真的要连续这个主持人 自己真的要临续这个主持下来 真的非常非常的这个 他们真的非常厉害 好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话题呢 这个话题啊 其实是 过去大家长期在提到 就是 我们的政府啊 是怎么样的在编列预算 怎么样的乱花钱 而且呢 你这些钱 他到底花在哪里 有没有花在刀口上 有没有花在人民的需要上 还是 你今天只是因为你的政治操作 那尤其 在去年 这个九合一大选 大家就可以看到 就是有一些绿营执政的县市 他们拿到多少的补助款 那么 可是呢 你如果是 蓝营 或者是 反正不是民进党籍 比如像台北市之前是 柯文哲 你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 就没有办法得到 中央关爱的衍生 不但没有办法得到 中央关爱的衍生 事实上 他是高度的在歧视这些现实 所以今天我看到一个 新闻 其实 我非常非常的有感 这个新闻是什么呢 大家也知道 在极端气候之下 那么 现在每一次 如果有这个 好大雨的产生 那这种 时雨量 就是 都是 每一次都在破记录 我记得呢 在早先的时候呢 哎呀 有什么 已经破什么 十年来记录 那最近我看到什么 破 什么 五十年记录 那么现在甚至说 出现很多破百年记录 都 都像这样子的 这个 好大雨去 事实上 全球都在发生 好 那么这个事情啊 其实呢 跟蔡英文有关啊 所以呢 我们希望 当这个讯息提出来的时候 我们救救蔡英文啊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 总统府啊 周围啊 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容易淹水的区域 也就是 他是逢雨必淹 逢雨必淹 那他这里面呢 当然是跟他 之前大家都知道 他原来是这个台北城嘛 台北城呢 这个当时呢 清朝遗留下来 这些 遗迹 那么在地下 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公共建设 他最容易被延宕的 除了你什么缺工缺料之外 最容易最容易发生的 就是地底下一挖出来 是有一些遗迹 古迹在里面 就立刻必须停工嘛 必须停工 那么或者是呢 你在做一些 城市现代化的建设里面 你就必须要跟 这些遗迹要共存 所以他就不能够 不能够很大 不能很深 好 所以呢 这个总统府附近呢 就是因为他排水沟啊 就是不够 他就是不是符合 现代排水沟的一个规格 所以呢 他逢雨必淹 可是后来呢 这个台北市呢 就反映了 治水 这个大家都知道 前瞻里面有这个治水预算 那么这个治水预算里面呢 竟然对于台北市的补助 是零 台北市的补助竟然是零 所以就很好笑了 你这种豪大雨淹水 请问一下 你高雄会淹水 你平冬会淹水 台南会淹水 你台北不会淹水吗 为什么 在前瞻的治水的补助里面 对台北市 竟然是零补助呢 那么今天我也看到呢 联合报呢 他也做了 一个调查 他的调查就是呢 如果看六都的 治水预算的补助 治水预算的补助 我刚讲台北市是零 那么台中是29亿 新北 新北41亿 好了 这三个告诉你了嘛 通通都是那个 非绿营执政的县市 当然是排后面尾巴的嘛 三个 然后接下来就是高雄拿67亿 桃园拿90亿 台南拿了143亿 台南大家都知道 其实在治水区上 他拿的非常非常多 可是台南仍然常常在淹水 不是吗 你只要 这个只要 一场午后好大雨 台南是经常性的在淹水 所以也就是你可以看到 在整个六都的前瞻治水的补助里面 果然是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他们拿到前三名 那不过大家刚一定问我说 哎 桃园 不要忘记啊 桃园之前不是郑文灿吗 对不对 那么换成张善政 也是去年12月25号的事情 那这个呢 就是讲到整个前瞻的预算 那当时桃园是 哎呀也是我的这个 民进党在执政嘛 所以呢 他们拿的特别多 所以今天政府的这些预算 是不是都在看颜色在给钱 那我也可以预告一下 我明天也会召开一个记者会 我也会去踢爆 我们的这个补助里面 对于台北市 是怎么样的在苛刻 那常常 我之前比如说 我去质疑 这些前瞻预算 比如质疑屏东的停车场 质疑屏东的棒球场 或者我们有一些 在野党的同仁呢 去质疑这个高雄的前 就是前阵渔港 立刻就会换来说 你们啊 这是天龙国啊 天龙国就是在看这个事情啊 你们是歧视南部吗 歧视高雄吗 歧视屏东吗 可是我告诉你 在我们 在我们这将近八年来 政府的中央政府相关补助 哪里有歧视南部 根本就是在歧视北部 如果你要占南北 我王后卫就继续跟你占南北 我告诉你所有的这些相关的预算 是怎么样的分布 怎么样的不合理 所以我刚才来讲说 像这样的治水补助 全台湾头到台湾尾都有可能发生这样淹水的 但是你的一个补助可以这样的一个偏颇吗 然后那么也跟大家来报告的是 那现在呢台北市呢 就是因为他们发现呢 这十年的最高的时雨量 就是一个小时所下的这个雨量 那么在很多区域啊 都出现了超过100毫米 都很多区域都出现了超过100毫米的 这样的一个时雨量 那台北市啊 台北市已经算是 我们也必须讲说台北市呢 因为它慢慢都在拉高一些 我们的排 就是在地下道的这样的排水的 能够去因应的这个时雨量 我们现在呢 是78.8毫米 但是显然这十年来这个雨啊 越下越大 越下越集中 所以呢台北市想要把它稍微提高一些 提高个10毫米 那这个当然就是你的下水道 必须要做的比较比较深一些 比较大一些 也才能够一下子排很多水嘛 那么 但是呢 仅仅是要提高这样子的一个10毫米啊 提高10毫米 这个的这个排雨量 就变成是要 要多花多少钱呢 要多花100亿啊 那这也使得我们这个台北市 它会面临一些比较困难的 要去质筹款啊 那所以大家也都知道 就说其实 呃我们做很多的公共建设 我们过去讲 像污水道工程啊 或者排水道工程呢 其实这个都是看不到的城市建设 那么呃过去台北市 我觉得历任的市长必须说 历任市长都很重视这个 所谓看不到的地方建设 而过去的南部 因为它让你充满所谓 一个城市所要给 要给你的光荣感啊 或者幸福感 他们可能花了很多钱 在做什么呢 做活动 做宣传 啊 那么就是烟火式的方式 那所以 南部地区确实 比如包含它的污水的 这个下水道的接管率 是偏低的 那么他们的排水道 就是能够因应的这些食欲量 它也是偏低的 所以我们今天政府啊 给一些 我们地方政府去做这些补助 我认为无可厚非 但是你们不可以 这样子的不公平 这样子的不公平 那么而且 所有的这些治水预算 治水预算 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这也应该是 要给我们 告诉我们 到底有效还是没有效 就像我们在讲 台南每次都在淹水 对不对 台南淹水的情况非常非常多 那我们就会质疑啊 那你这143亿 哎台北是零哎 台南你是143亿 143亿下去 你的钱花在哪里了 那么为什么 你的淹水 有没有地方 还可以改善的呢 我跟大家报告 我以前跑新闻的时候 就有这个 这种主计单位告诉我 他说啊 我们常常这个钱花下去 在地方政府 那比如说 你今天的一些 呃 道路桥梁工程呢 他们就故意在什么呢 故意在那个呃 台风来临之前 台风计啊 防汛情来临之前来做 然后呢 一场台风 或一场淹水呢 就把道路给这个冲断了 就把桥梁给冲断了 冲断之后呢 说哎呀 其实这都是天灾 而没有告诉你 其实是人祸 因为呢 他偷金减料 好 事实上 他本来就是做的根本不好 没有办法因应 但是来一场好雨 来一个台风 太好了 整个把他吹垮了 把他冲垮了 然后这个钱呢 好像呢 也就是白白的去花掉了 那所以 这就是说 我们这些 所有的相关的预算 第一个 你到底有没有公平合理 第二个 钱花到哪里去了 第三个 你钱花下去 有没有真的 有实际的效用 这全部都是应该被检验的 我们绝对不能够接受 花钱 却继续的淹水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美真香肉干肉松 我们要看一下 今天的那个 斗内的讯息 好 要看 那斗内 第三个 第三个 好 我们要望上看 对不对 对对对 OK 嗯 苏分劝 董哥最懂 最近北高来回 很忙碌 今天打开就是洪威侠女立委 他说他很喜欢洪威 真是巧合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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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内 然后这是顺顺 那他说洪威委员 一年两次选举辛苦了 请保重身体支持你 谢谢 其实我是三次 好 来喝水喝水 麻了隔肌 谢谢你 谢谢 喝一下水 好 来 Alex 谢谢你 的斗内 然后 宋炳荣 也谢谢 谢谢你的斗内 好 波林 支持董哥 谢谢 谢谢支持董哥 这个董哥 也非常辛苦啊 这个 本来要从金门 飞回来 但是呢 大家知道 受到台风的影响 那么 如果大家在 你们 各县市啊 如果有什么 一些讯息啊 也欢迎大家 跟我们一起分享 例如刚才 四百块钱的高丽菜 我一看到那四百块钱的高丽菜 我就觉得 好可怕 因为呢 我自己 我最近选举啦 比较 比较不会去市场买菜 但是我现在啊 就是平常话 我会到市场买菜的 好 我们也看到 还有我们同浩沙路 说小编上班愉快 谢谢 还有Potention 刚才的贪腐的政府 怀念金国先生的执政时期 那加兰婆娑罗说 官员包商钱花在酒店吧 其实这种 这种治水一转 前瞻一转 已经出现了 这个 一些贪腐工程了啦 那许轩宜说洪水 好 我们准备回现场咯 好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 小董真心话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王洪威 那么 小董 因为现在还滞留在金门 那么 希望他 明天可以回来 跟大家见面 这么多的喜爱小董的 各位好朋友 东部高中女生说 王好出祥 董哥可以陪董妈两天 也不错 对 其实 多陪陪家人 确实 像我们政治人物啊 还有我们的 媒体的朋友 其实 每天就跟着这些 时事的新闻在跑 其实 当然要服务大家 但是也确实牺牲了 很多 能够陪家人的时间 这个是 确实也很辛苦 好 来 我来 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 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 也是很奇怪的 就是新竹 大家都知道 新竹市市长高洪安 他因为 他的这个 就是 助理加班费的问题 现在被起诉 那所以呢 未来整个新竹市的 他的一个政治 政治圈呢 会受到高洪安 自己本身 他的一个司法的事件 那会影响蛮大的 那这事件 我觉得也非常的严重 我个人认为就是 高洪安 他就是就这个 他的这个 加班费的使用 荣获有一些瑕疵 但是 这整件事情 其实还是充满了很多的 政治上的算计 那充满很多政治上的算计 那么所以高洪安是非常有可能 随着他的司法 在一审 如果定验之后呢 那有可能他就必须被迫 就是要先 那个 请辞 他不是请辞 就是先停职 然后他就要指定 一个 就要指定一个副市长来带领 可是 最近却突然传出 他的副市长叫做蔡立青 蔡立青呢 他也是一个 前高检署的检察官出身 那么蔡立青呢 突然说请辞 那大家就觉得 哇 引起政坛的 一阵的 大家质疑说 怎么在这个时间 请辞 我刚刚讲嘛 事实上 他们也是12月25号 去年12月25号 就任 然后但是呢 短短的 今天在9月5号嘛 短短不到 这个9个月之间 那么这个 副市长呢 现在甚至被传出是 被请辞啊 那被请辞的话呢 那所以 这个民进党 这个民进党就像鲨鱼 碰到这个什么 就像鲨鱼 那个嗜血的鲨鱼 立刻说 哎呦 这个充满了政治的权谋啊 这个是民众党啊 要去安插一个 就是是属于民众党的 如果高宏安 他一旦呢 就是被停职之后 那么要代理他的副市长 就一定是民众党的副市长 然后巩固民众党 在这个新竹市的一个地位 还有相关的行政资源啊 那么这个当然就是 呃 民进党立刻做这样子的一个解读啊 跟批评 那当然 新竹市啊 这个除了我刚刚讲 在市长的层级呢 呃 因为高宏安自己本身的 他的官司缠身 那另外一方面呢 在立委选举里面 我觉得好像也是大乱斗啊 这个呃 因为这阵前 就现在现任的新竹市的立委啊 这阵前在立法院也跟我是同事嘛 那我就觉得说 哎呀 他这次选举 呃 本来就是他 他面临的是呃 民进党啊 推推派一个林志杰 林志杰吧 可是后来 时代力量秋显制 哈 也宣布要参选 那感觉上哎 这样子好像对 振振钱应该比较有利 对不对 大率小率都要选举 可是没有想到 就是呃 民众党呢 好像非常呃 执意的要在新竹市来推派 呃 候选人 那么可能民众党的想法应该是说 哎 既然我在新竹市是我唯一执政的县市 如果在新竹市没有推人的话 好像说不过去 不过呢 现在说要推出的人 呃 可能是啊 可能是呃 柯文哲自己的妹妹啊 叫柯美兰啊 也是一个医师 优秀的女性的医师 不过这样子的一个 如果民众党呃 也进来 来角逐的话 哇 那立刻不是跟我们现在总统的选情一样 立刻变成四咖都哈 不过他这个四咖都是呃 分两个阵营啊 我刚讲大绿小绿哈 民进党 时代力量 那这边呢 是国民党 如果民众党也来推的话哈 那么 当然这样子的一个呃 选举的结构会是什么样子 那 我很好奇 但是不晓得最后会是呃 什么样的结果 好 另外呢 你又发现我像我昨天啊 带班董哥的节目 我都必谈一个题目哈 我必谈总统大选 呃 总统大选真的不晓得怎么谈啊 哈 我们我们怎么谈都不对啦 哈 不过呢 还是跟大家报告的 就是在昨天啊 哈 郭台铭 郭董 啊 他宣布啊 宣布他联署即将展开 那所以看起来他好像铁了心了哈 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去联署啊哈 因为在这之前呢 我们其实已经听到很多的 嗯 他确实已经跟一些里长在接触 我们在地方上已经确实听到 里长说有在接触了啊 那更不要说之前他跟一些地方派系 有联络哈 那么希望由地方派系呢 来帮他联署 那么在昨天呢 在他的脸书正式的宣布 他总统联署即将展开 所以这使得我们原来对于 这个呃 这次总统大选能不能在 9月13号 就是正式申请 呃对不起 就是呃没错 9月13号正式申请联署之前 好9月13号到呃 嗯17号 这边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也问大家说 觉得国民党是不是还要在 呃还要在跟那个郭董喝咖啡啊 那我看好多的留言都说不必喝啦 哦有什么好喝的啊 哦就谈也是呃白谈哦等等之类的 哦我看到又好多人说呃不要理那个郭台铭了哈 怎么等等之类的哦 呃哎呦还有看到王伟是国民党的救星啊 我没有那么伟大啦 哈 我我常常在想说我们这次的大选 我们到底我们是要这样子一路二搞到最后吗 哈 我们真的很痛苦啊 这对对我们很多区域立委的这个小鸡啊 来讲啊 其实真的非常痛苦 我刚刚像讲郑政前 你看郑政前也很辛苦对不对 到时候一打三啊 哎 到底有谁在关心 关心这个区域立委啊 哈 有没有人在关心这个小鸡你面临到的困境啊 哈 每个人都讲很很宏大的旨意啊 我要救国啊 我要那个避免两岸战争啊 哈 我要经济发展啊 我要让大家都能够加薪啊 我要这样 你当选不了什么都做不了不是吗 当选不了不是什么都做不了 你的所有的这个政界 你经常是要留到留到给对手去做吗 对不对 那对手还不理你嘞 那所以 我常常觉得非常感慨啊 就是 我们这些就是好像都一副要舍我其谁啊 非我莫属 然后告诉你的都是 我们要谈理念 我们有政策 哈 我们那个是是有方向的 要把国家带领到哪里啊 但是现实就是告诉你 斯卡都的状态 就是便宜赖清德 哈 就是让民进党躺着选 不但让民进党躺着选 而其结果反而让 区域的立委 事实上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哈 真的 所以 哎呀我们好讲讲 马上这个 要结束的时间哈 是不是 但是呢 呃在整个的状况之下 呃我们还是希望啊 在最后一丝丝一点点的这个期待 就是能不能在最后能够出现整合的契机 如果你不整合的话 不但大选总统大选很困难 甚至连立委选举啊都非常困难 我想这是所有现在的立委呃 这个总统候选人必须清楚知道的事情 有关系 拍下来 跟 简直 也 试 愿 愿 老 试 老 试